今天还在外边下起了猪雨 也不适合干别的事情 最近看很多车友在视频下方的留言 今天咱们就重点回答车友提出来的问题 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 老杜这个我特别喜欢自驾旅行 还有就是 老杜我明年就要退休了 也特别想加入到自驾旅行的队伍当中 老杜这个我特别羡慕你这种 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自驾旅行的生活 我也想加入 想加入咱们车友会 这个车友会是怎么收费的 老杜在这儿 郑重其事的告诉所有喜欢自驾露营的车友 咱们车友会 就是给大家去搭建一个相互交流 相互沟通 相互组队约架的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是完全免费的 不存在会费这一说 在这儿也是欢迎所有喜欢自驾露营的朋友 加入到咱们的车友会当中 老杜在这儿等着大家 第二个问题 就是问的最多的 就是老杜我要加入咱们的车友会 怎么去加入咱们的车友会 其实这个问题老杜之前已经说过很多遍 然后这个具体加入咱们车友会的步骤 第一步先关注老杜的自媒体账号 因为车友会的一些事情 然后包括所有信息的发布 然后都是在这个自媒体平台上来发布的 所以说先关注老杜的自媒体账号 关注老杜您绝对不会迷路 然后这是其一 其二呢就是点击头像 点击头像之后 您会看到有一个私信的入口 第二步点击私信 私信留言三个字 这是车友会 老杜在这儿 等着大家 除此之外啊 朋友们就是问的最多的第三个问题 就是老杜 这个咱们车友会 会不会定期去组织一些活动 在这儿呢就是 也很抱歉 因为车友会从年初到现在成立 也就半年多的时间 现在这个活动开展的还很少 但是接下来的话就是咱们肯定会去多组织一些线下的聚会活动 比方说还蛮最近的组织的一个线下的一个聚会 就是就是为了给大家去搭建一个平台 然后大家相互之间有一些沟通有一些交流 线下的聚会就是就是去加深这个交流的程度 大家可以相互去参观圈这个各自的房车床车是怎么改的 就用水用电是怎么解决的 以及这个自驾游的这个攻略线路路营地的所有的关于自驾的问题 大家都可以去相互去沟通 尤其是现下的聚会活动 呃 大家也可以喝点小酒 大家加深一下印象 加深一下了解 这样的话也方便大家就是在后期的自驾的旅行沟通当中 找到跟自己合得来的 脾气性格相投的 大家可以三五辆车一块去旅行 中国轮车自驾车会 各位车友大家好 我是老杜 成立车友会啊 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机会 是在去年走东南沿海的时候 当时我们四辆车 大概是一二三四六个车友 呃 当时有一个退休了的女车友 在海边发生了一次意外 扭了这次经历之后呢 其实我就扭了这种成立车友会的 想法 大家相互之间有一个照应 有一个互相帮助 呃 这就是咱们成立车友会的初衷 呃 最后再跟大家啰嗦一遍 想要加入咱们车友会的车友 第一步先关注老杜的自媒体账号 然后第二步 然后点击私信 私信留言三个字车友会 然后欢迎所有喜欢自驾 户外 陆云的朋友加入到咱们的车友会 老杜在这儿 等着大家 一天的工作开始了 要把还有都加到群里 这是内蒙的一位车友 孙先生 欢迎您加入咱们车友会 很多时候还好一些 就是能看到这个车友是哪里的 这个就是广东惠州的行者顺丰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把车友邀请到相应的省群里 但是还有很多时候 是看不到这位车友是哪里的 河北小肥肥 河北现在咱们已经有三个群了 也就是意味着有接近一千五百位车友 小肥肥 欢迎您加入咱们车友会 这是安徽的邓吉车友 欢迎您加入咱们车友会 但是还有一些车友是 看不到这个信息的 就像这位车友 显示地区是澳大利亚墨尔本 这个时候就只能去问一下车友 您是哪里的 然后这个车友告诉我是天津的 我就会把这位车友拉到天津群里 天津其实也属于河北的围攻之内 再把车友拉到河北群里 这就是每天必须要做的工作 如此反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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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